然後在下面的ID是Mr.O.R.D 然後我的第一個題目 我跟每天的選舉大臉有關 選舉前半年的時候 新聞媒體會開始 對各式各樣議題請候選人流派 然後做出像這樣子的比較表 讓我們比較候選人之間的一同之處 過去的四大報在四個月內 曾經看出這樣子的一些比較表 那每張比較表 切弱面向都不一樣 沒有一張表還有全部的面向 仔細看看內容 我們也會發現一些疑惑 例如說宋楚瑜這三點證書 所以組裝 我找過的這些地方 都找不到說女神 曾經說過這些話 於是我弄了總統亂選承諾意欄表 現在打開 hackable.org slash 嗯 tresident 2016 就可以進去 現在把290多項承諾 分成31個不同的面向 那每一個面 每一個承諾上面 都可以看到所謂的出處 然後移到有底線的字上面呢 還可以有更多的補充數目 它背後是一個 可以看到編輯的google.org 裡面內容跟註解 會給大家看到的表格同步 表格裡面內容 已是在地外4.0釋出 那如果你想要做 google.org 總統版的證件給虧媽 野生官網 證件平衡版 五人獎 或者是一場奶人包 嗯 都可以使用 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然後目前也有 jason的資料都是可以使用 google.org 總統大學承諾 他會再提一個 然後也感覺報局 跟insight的媒體的介紹 我們目前在背書上面 卡了一個工作群組 成案群組裡面有10個成員 然後在google.org裡面報名 從而編輯了有15個人 在這裡我可以希望找到 誰對證件跟證件 政策有興趣的夥伴 可以一起來討論 用比較稍微的方式 來書寫證件 讓表格變得更完整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一欄表啊 其實在表格 在手機上面 其實 微軟起來會很崩潰 因為會全部擠在一起 而且因為我們現在內容很多 可是卻缺乏好negation 所以其實還蠻難找到 說你要看的資料的 那再來就是滑鼠魚上去 看出處這個interaction 其實在手機上面 也就排莫了 就是不習慣 所以歡迎 如果有興趣 如果你是UI 做UX Designer 然後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起來 re-invent Hacktable 謝謝大家 謝謝Mr.Rozzi 那下一位是哲瑋 這不是應該Hacktable S 好啊 我擱個S 看著跳舞 ok 我給他出現 我就馬上去 好 請問 那就現在